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比较好玩的课题 那就是AI教育 教育本身不好玩 但是AI加教育就非常好玩 然后其实大家对AI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AI其实现在方方面面 家家户户都知道什么是AI 就像今天的话我开始会说 苏州谁的眼科科普做的就好 我相信一定是出现技主人 如果不是的话 找他不要找我 OK然后 这样AI的话 其实大家都每天都在用 从你的智能手机 然后到你的家里的扫地机器人 到出门 然后有某滴打车 对吧 然后还有智能导航 还有智能车 停车技术也不需要担忧了 因为有自动驾驶 然后停车 停的位置都比我还要值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 比较新颖帅 大家对AI还是很熟悉 其实也有一些人对AI还是有点担忧 尤其是家长和学生 对AI就讲 那我们现在读书还有用吗 对吧 其实大家都会想 我们以后真的读书还有用吗 但其实因为AI本身现在读了大量的书 也非常聪明 也非常厉害 所以就要你一问他什么都知 可能问我可能三不知 所以就是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可能很多人说 那我们还需要读书吗 到我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的 因为就像前面的尼馆长也讲了 未来的学生肯定要有创新 所以这个肯定是我们还有一些出路 还有一些人可能说 有AI的介入之后 是不是会没工作了 其实我讲 其实还好了 就像如果真正没工作 应该是我们这些教育者 应该是第一个失业的人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但是有一点要记得说 我们一定要驾驶着AI 我们会怎么讲呢 就会要把AI用好 你未来肯定不会失业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商机等着你 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 过往大家认为 如果智能工厂的出现 还有线上的三家出现 可能一大多元失业 其实是有些工种可能消失 但是其实会有一个新的萌芽出现 那就是很多其他商机 就像你们现在每天用的就是某团 对吧 还有某地打车 那其实都是人工智能的出现过后 出现的一个新的场景 新新的行业 所以不用担心 AI很重要 所以就要运用在AI方面 那也会有更多的亮点 然后也有人说 好了 你说AI教育 AI教育跟今天的主题 勇者 智者 有相关性吗 其实我想说非常有相关性 因为AI教育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而且我们的负责人 毕欣博士 他也正在主宰整个西埔 正在做AI教育的改革 在AI教育的推行之中 我们必须要有一批勇者 勇者来干嘛呢 就是要拥抱AI 用AI赋能未来教育 我们更需要有一批智者 智者来干嘛呢 智者要保驾护航 AI的运用 让我们的未来教育 更加的质量提高 更加的可信性 一定它的可靠性一定要有 所以两者都要有 我更相信在座各位 都是自勇双全的人 因为我们需要你们 让AI教育能够茁壮成长 质量提升 然后对大家能够真的 影响AI的未来 OK 现在回到我们 现在的一个主题 AI教育 AI教育是非常一大块的 一个要讲的课题 今天我只能说一小部分 那就是个性化学习 从梦想走进现实 所以就是更多 个性化的学习 在教育的历史长河中 其实个性化被视为一种 我们讲一种 教育领域的乌托邦 其实大家都想 都想去 都想去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因为局限于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技术 还有一些理念的一个局限 这个让我们没办法 往这个方向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 所以我们又可以 把这个梦想 真正地从虚幻 走向现实 然后引领我们 进入另外一个 新型的一个教育时代 其实刚才 你馆长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比较传统式的教育 其实这个是非常受用 就像我们科考一样 其实它有它的作用 就是把知识 从一个地方 移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正常的教育的形态 就一定是一个黑板 一些书桌 然后一个老师 教着一群学生 但因为学生人数特别多 所以我们都是 以一套方法来教学 或者一套方法来 给全部学生授课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特点 每个人学习的方法 也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学习进度 也不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用这种 无形的模具 套在这个教育尺度之下 因为毕竟 我们的技术 还没到达这个起点 所以我们的AI教育 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切 让我们每个学生 都能够有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所以来改变这块 而且以往的教育 都是以教师为主 这个对学生来讲 有些自己的创造性 或者一些吸引性 都会被老师抹杀 因为老师要教一大区学生 真的顾不过来 所以这个也是能理解 老师的一个痛处 但是在未来的AI的技术 的一个引进 我相信这块很快将会改变 所以就变成 我们就需要用个性化 的一个教育理念 开始用AI的技术 引进在这一块 现在AI的一个出现 就是像一样曙光一样 照耀着个性化学习的道路上 变成有可能 以前是比较难 因为很难 一个老师要对每个学生 负责任都非常困难 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习的进展 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 需要的一些知识点 或者他们的兴趣点 都很不一样 如果一个老师要负责 五十个学生他应该都累死了 所以肯定说通过AI的技术 这样的话就变成 这个AI学习 或者个性化学习 就变成有可能 因为我们会配每个电脑 给每个学生 去跟踪他的学习进度 他的学习能力 然后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OK 什么是AI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AI就是通过 就是一个算法 加模型 现在更流行 大家知道大模型 然后对于大数据的进行学习 分析训练 使机器能够做模拟 或者是超越人类 做一些思考 或者做一些决定 所以在教育领域的话 其实AI现在已经用了 变成已经很通用了 大家都在用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通过个性化学习的话 不断地帮助学生去提升 我们也希望用AI的技术 来打破传统教育的一个局限 为个性化的学习 实际上的一个翅膀 如果讲到AI的话 那我们也要有 在教育方面 我们就要更展开来讲一下 AI里面有两者AI 一个是弱AI 还有一个叫做生成式AI 弱AI在教育方面的话 那更多是用在批改作业 或者特定的一些 比较窄小的AI 就是更多是 特定式的一个方式 去帮你做学习辅助 就像老师会用这个AI 帮学生批改作业 我本身也一样 我家有小朋友 我现在他做完作业 我第一个事情 就是拿起手机扫一扫 然后拜拜 就开始鸡飞狗跳 因为你们都知道 肯定是圈圈圈圈圈圈圈 不是滤钩滤钩滤钩 其实你们用了这些工具 你们都知道 就会有这种场景出现 它的好处在那里呢 就检验我们很多时间 这样的话 我会花更多时间 来针对它的措题 然后去做修正 修改 然后指导 其实对大家都一样 以后的话 这种弱AI 其实会对你的一个批改作业 或者对针对性的搜索 会非常的好用 然后生成式AI 现在更加的一个火热 这就是前两年出现的某PT 对吧 然后它会变成 你们可以帮你生成稳日 对吧 今年初还比较牛的就是 它可以生成60秒的一个影视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以前的话 最多是一个短视频 那现在可以60分钟的视频 然后它的细节都非常的棒 所以未来的话 也是利用这项的一些 生成式AI 就像你对某个科目的某一个方向 特别感兴趣 甚至是AI会帮你去搜索 搜索还不只是一两个文章 是可能很多方面的领域 去搜索 去总结出来 你所要看的一个方向 所以以前都说 读万件书嘛 对吧 现在用电脑 帮你读万件书了 你不需要本身 你自己读 肯定你读到老都读不出来 那现在电脑只要花几个小时 就帮你把这些几圈卷子书 一下子全部总结出来 然后针对你本身 想要的一个方向去做 OK 所以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生成式AI 然后变成一个报告 然后你可以从那边学到 所以我们讲到 AI助力个性化学习 所以它会让你们更有深度 因为其实AI会收集 因为以后你觉得 AI助理的话 它会就是真的成为 你的学习助理 更个性化 就是说 它会从你的 平时的学习习惯 你的学习进度 你的学习的一个兴趣点 它会跟着去分析 而且每个月都可能会 生成一个报告 来告诉你 这个月你学了什么 你的进度什么 你错起错了哪一些 还好在一个问题说 当它知道你的薄弱点 它会自动去帮你 搜索一些题库 让你重新学习 这个以前的话 你还要花大量时间去搜寻 然后可能那些题目 也不能帮助你学习 所以至少 现在以这样的情况的话 它能够让你更快地去成长 更加的针对性的一个学习 所以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质量 我来分享两个 比较好玩的案例吧 OK 就是我们 我们学校自己 学校团队 最近也开发了一个 叫做智能学习平台 叫做罗伯开会 其实大家对罗伯快跑 可能更熟悉 不过类似一样 其实罗伯开会 也就是一个学习 个性化的学习平台 现在还没开始运行 现在已经是做最后测试了 然后应该会在 近期两个月里面 应该会正式发布 然后发布后就是大家 欢迎大家来使用 这个平台的话 会为每个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一个学习助手 这个学习助手 还是像我之前这样说的 它会跟着你的学习进度 去做衡量 然后会跟着你的兴趣点 然后去做一些搜索 然后每个月都会形成一个报告 一个报告我一看就说 可能我数学 可能一加一比较薄弱 那它可能会收取一些 一加一的案例给你去学习 帮助你去学习 然后你可以去看这整个形态 是什么样子 对吧 就像可能他也会说 你喜欢去某个地方 他会告诉你 今天天气可能不好 你就不要去了 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他学习的话 他会帮助你说 去了解你的学习轨迹 AI助理还不是说 当你在学校需要用的时候 其实以后也可以带到你去公司 或者到你陪着你成长 因为他会跟着你的一个学习的经历 轨迹 他会建议说 可能你需要换工作 或者是往其他方向 可能需要 可能需要学习其他的技能 这个可能也会帮助到你一起成长 这种也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不只是学习方面 但有更新化 会成为一种个性化的一个陪伴伴侣 然后还有就是虚拟现实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VR的技术是已经涌现了 它会让你升旗 就是让你本身 就是能够在一个环境里面 真实的实际去模拟 这种真实环境 让你对学习更有兴趣 就像一个英国大学 一个历史的教授 它为了让学生能够 更有直观的一个印象 对古建筑物 就像罗马街道 它的辉煌室是什么样子 从书本上看之后 只是文字上 但是可能感官没有这么震撼 但是它会把 让每个学生戴上VR眼镜 就像图案这样子 戴上VR眼镜 开始享受 就是看当场的一个情况 一个罗马的一个街道 或者是到罗马的斗兽场 对吧 都是非常震撼的一些建筑物 然后让他们身离其境 提升感觉 然后提升学习或者兴趣 这个也是 就非常比较好的两个案例 当然 这个AI技术 在个进化的一个辅助 有好多好处 但是它也面临一些挑战 尤其是数据保护问题 因为它会产生你的个人数据 很多个人数据 这些个人数据 就有点像你的自己的宝贝了 你的宝贝的话 你要好好保护嘛 对吧 那你就要加强很多的那种数据加密 有严格的控制 这个访问权限 让数据的传输 储存 还有处理 每个环节都要 确保安全性的可靠性 这都是需要的 其实 其实技术的迭代 其实大家都知道 AI技术是日行业役 就像我们这些 虽然是AI专家 但是每天一打开电脑 头都很大 为什么 头都很痛 因为AI又进步了 AI又出新产品了 AI技术又往前面推了 所以我们都要 不断地去学习 就像学生也一样 所以这些技术 在教育方面 其实我们也会 就更需要地去追赶 这些技术 因为我们要确保 我们在AI所用的技术 也是在AI的最前端 要不然你们学出来 你们的AI都已经过时了 这个其实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育者 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而且以后的教授 就像我 为什么不会失业 因为我们也不是 单单的一个知识传播者 我们肯定要转型了 对吧 转型当然不会去 卖其他东西 我觉得还是教育 但是说我们会做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学习的引领者 或者对智慧的激发者 不再是传统的一个知识传播者 但是他更需要 有些创新的元素 和一些智慧的激发 所以这个可能是 我们老师本身需要提升的 不管是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或者创新能力 然后更需要地去赋能这一块 AI的介入 其实也对AI的教育公平性 也增大了 因为以前可能在偏远地区 没办法想到优质的资源 那反而现在AI的技术 让这些教育资源 都可共享 都可以一起去分享 然后以前的名师 可能在北京 或者在比较大的城市 那现在都可以在线上 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还是 已经突破了一个国界也好 地方领域的一个界限也好 就是其实教育就是人人可得 对大家的公平性就是有了 不许说你从大城市来 你的职业是最优 不会 教育都应该是公平的 所以这块 这是AI的一个负能 OK 所以 长方未来 AI与教育的将深度融合 这是必须的 然后共同打造一个智能化 一个人性化 而且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 在这种教育生态的话 智能学习将会更注重人性 本身 OK 会更注重你本身的一个教育 量身定做的一个教育 一个路径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话 就是不管怎么样 教育本身还是以人为本 OK 所以这块还是要注重 不管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但更需要注重 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OK 人是非常重要 OK 所以最后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就是把个性化学习 成为每个人 能够享受的美好体验 让知识的光辉洒满每个角落 然后让教育的温暖 触达每个心灵 我是林永逸 谢谢大家